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講講羅冠聰的心理分析 究竟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 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怎樣有威脅的人 或者他的性格是怎樣 為什麼他會這麼反骨 還有看看他的愛情、生活等等各方面 就用心理學的分析來分析他 未開始節目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Facebook專頁 節目正式開始 時間交給我, 郭政彤 大家知道羅冠聰是什麼人 最近最活躍, 所以沒辦法不說他 有留意我之前的節目的人 你會聽得到, 我之前都說了 究竟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 稍微跟大家再重複一下 第一, 年輕人為發洩、為宣洩、 為表達自己 就完全是沒有商量的餘地 也都完全不會想你是什麼感受 應不應該說, 有沒有用 甚至他表達能力也都其差 甚至做到詞不達意, 因為他是宣洩為主 第二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要的東西就要立即得到 為什麼呢 自小父母照顧得太好, 環境太方便 和電子科技文化, 按個按鈕就好 所以極度自我中心 和非常之沒有耐性 第三, 極度抗拒人與人之間的摩擦 抗拒社交 極度不會跟別人配合 和不會跟別人交流相處 這個就是年輕人的 單方面, 溝通就好, 單向 這個就是年輕人的代表性格 剛巧這個星期的代表人物羅冠聰 最好就可以剛剛適合到這個圖案裏面了 我們現在開始講講羅冠聰了 大家可能會想, 羅冠聰這個人 我站起你們觀眾的角度想 你們可能會想 有什麼可能 你去勾結外國勢力 去搞自己的國家 有什麼可能這麼反骨 其實你要知道 凡人做事必有目的 我們不可以用自己的角度去想 因為在他的角度 他不覺得我們中國人是自己 他不覺得他是中國人 他也不覺得大家是自己人 所以他覺得 他覺得 他們那班年輕人就是自己人 他覺得 他們跟中年人 或者年長的人 跟香港其他人 或者跟中國 都不是同一班人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想法 這個想法很明顯是 媒體梳擺出來的 煽動出來的 就不是對不對 是他們被人影響了 第二就是 可能大家會覺得 你去到外國 人家為什麼要做低等公民 不要二等三等 低等公民 因為他們不覺得是這樣 他們買入了外國說的 因為外國人很懂得做 說你好 握手 好像很社交 他們以為這些就是外國人 很接納 很開明 其實根本不是外國人 生活上任何細節 你生活上你走到街邊 你怎麼買一些東西 旁邊的圖人都要串下你 都要瞄下你 因為 外國是一個很強的社交文化 但他們不知道 因為沒見過世面 所以他覺得 去到外國不會被人看不起 他們信了別人的旗號 第三 他說 他說 你做這些東西 會不會為香港好 這班小朋友會懂得為香港好嗎 他做過什麼行業 他管過什麼行業 他管過什麼團體 為過什麼人爭取利益 創建利益 沒有 吵 他們覺得吵就好 為什麼他們要吵 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本來很好 年長的人霸之願 他們覺得 親中的人 就來搶他們的東西 他們覺得原本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這些東西被人搶 所以我要吵 就是這樣 那就錯了 其實是從根本 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各方面 對人的認知 對世界的認知 對經濟的認知 各方面都錯 所以就搞到這樣 但是為什麼會錯 停過 停過 過些媒體 我剛剛就 剛剛他就飛到英國 很威風 Pompeo去英國 跟 Dominic Rapp 南什麼 Dominic Rapp Dominic Rapp 南韜文 對 南韜文 去見 然後順便見了他 立刻拍照 告訴你 喂 我在外國 國際戰線 我有做事 立刻去拍照 我剛剛看了他在英國的 一個BBC的訪問 BBC 講時事 我留意一件事 他有很刻意去 挫一些 British accent 英國口音出來 我在想 當然 大家認識的人 一聽就知道 他一聽就知道 是一個粗流利廣東話的 年輕人 在扮英國口音 是的 從這個小小行為 其他東西你都知道 看新聞 我跟一點行為講一些分析 他六歲就在內地來香港 深圳 和他媽在一起 嚴格來說 他本來是一個中國人 但當然 其實我就順便帶出告訴大家 其實這些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你是不是自己 出身不好 你自己的人生 制遇不如意 就開始怨天由人 那他 來到香港 讀的中學 都是一些很屬地的中學 還是親共的中學 是的 然後 他的會考成績不好 導致他入不了最理想的大學 就入了嶺南學校 他就由這個high deep讀起 之後才轉轉入正規大學 讀文化系 13年他就開始搞那些學生會 學聯 希望藉著這些勢力 來做那些社運 發聲那些 那時候 13年開始 他人開始喜歡搞事 大家都知道 2014年佔中 16年成立眾志 跟黃之鋒一起 不斷出去外國 邀請外國 干預制裁 人權民主法案 那些 所以應該是他入了眾志之後 由他17年18年 之後才經常開始 用英文來做工作 但是他那時候 去美國做聽證 我沒有記錯 是的 他那時候 幫助 眾志幫助黃之鋒 很多是美國那邊的 勢力 他們哪學到一首 英國口音法 19年 耶路大學收他 是 耶路大學又是美國學校 那 你現在去到英國 就 表示一個英國的口音出來 其實很明顯是否你在那裏刷英國鞋 其實很明顯 因為我見到黃之鋒的國語 都很重台灣音 所以我 之前就分析他 可能他會走路去台灣 這個 羅冠聰 一手 英國的口音 是不是表示他英國打算長 在那裏刷英國鞋 可能在他們眼中 英美兩個是 本事一家 一起都是打香港 一起都是 干預香港 一起 都是無分理我 但其實 英美那邊有沒有那麼純灘 我美國一手陪植你出來 你走去親英國 我想 我對政治不熟悉 我覺得應該會有些問題 是啊 是啊 即是我的口音不是你的口音 還有呢 喂 那你的國家是不是我的國家 咬不上的嘛 但是呢 我講一些題外 告訴你 美國人 英國口音是挺好聽的 英國口音是被人有口 好聽過的 好嗨 別人很high class 很有味道的感覺 但美國人 最討厭那些人 你明明沒有英國口音 但又要把英國口音 這個行為 是被人笑的 相當於我們香港人 見到那些明明不是外國人 長大的 但是又在那裏扮ABC口音 這樣差不多 相當於 我們會笑他和看他不起 是相當於這樣的 所以 即是 即是做甚麼要扮呢 嗯 那就算了 這些小題外話 那麼 很多人會說 喂你都不是為香港好 你為 你為吵而已 他們不是為香港好的 他們亦都不是想建設 我們看回他和紫敬那個辯論 你就知道 紫敬都說了 我括紫敬講的東西 就是說 羅冠聰這個人比我想像之中更加無聊 講來講去都有三腹屁 那幾句口號 問他有甚麼實實在在 怎樣 為香港建設 要做些甚麼 會對香港經濟和民生好 他說不出的 來來去都有幾個口號 因為他只是做這件事 他只是想煽動 和他一樣 想向巨人 扔磚頭 扔石仔 想吵 想 失敗 怨天猶人 不會說自己為何我小時候不努力讀書多些 或者我出多去認識多些人多些 我社交 我交流廣博一些 又或者不會說 為何我父母我父母的經濟不好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其實上一代 做事 欠缺靈活 欠缺 欠缺手段 所以導致我 是否應該我這一代開始努力 他們不會這樣想 他們只會軟天猶人 所以 如果你問我分析 他這個人有沒有威脅 我也是那句 和黃之鋒一樣 沒有威脅 因為這種人 你不會見到他在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行業有作為 這種人 楊岳橋也會有 因為他讀到書 他讀不到書 他英文能力OK 他暫時英文能力OK 他做酒狗也可能沒有什麼作為 做不到出色的酒狗 做到一個能言善變的酒狗 不是做到一個應聲蟲酒狗 不是能言善變 不是能言善變 楊岳橋也要能言善變 他不是 他做到一個應聲蟲 懂得用英文口音來應聲的酒狗 意等酒狗 低級酒狗 所以你不會 留在公司你會見到這種人一定是怨天怨地 怨身邊同事 怨老闆怨制度 是不會怨自己做不到事 所以 如果這種人做了你 下屬 做了你的競爭對手 又或者這種人 跟你一起去 銷售一個老闆 看看老闆投資給誰 這種人不要作為 因為他 說真的 他覺得全世界人要配合他 要低級韓奸 只是在香港這麼特別的地方 在政治的一個吵詞 這些人才可以 人生去走到現在 這樣的名氣 所以 香港一向不是一個政治城市 港政治 或者泛政治化的香港 都是近五六年的事 香港的政治很幼亂 香港的政治 我們 現在看看他的私生活 最精彩的 最精彩 他這傢伙 自小喜歡動漫 即是宅男 是 喜歡打機 記得我說過嗎 喜歡動漫 喜歡打機的人 即是不切實際 是吧 幻想和 打機 即是收藏自己 宅男 不自小 怎樣證明到他 玩電競 你又知道 1612年的時候 在他搞政治之前 搞學生會之前 就做電競評述員 即是電競評述員 做得評述員的人 人都是 喜歡說話 有人聽 他有少量的 我說話 希望 少量的權力 但又要藏在自己 一個小小的世界 不敢 面對挑戰 這種性格會導致什麼 導致愛情方面 會最大影響 我想我們 講一下 因為愛情是 沒有法律可以保護到你 完全要看自己的表現 他剛剛 之前的女朋友分手 剛剛19年年尾 跟他五年的女朋友分手 就叫袁家衛 袁家衛現在是 因為多得我們上年的 麻木選民 他現在是南區 其中一個地方 區議員 他現在還來參選 他初選 跑了出來 袁家衛有什麼 代表性的性格 就是 他肥有偉 一個女士 她是不是在愛情方面 很搶手 很活躍 經驗很多 很多不同 高條件男士追 其實看樣子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 大家可以 不用說得那麼盡話 他很喜歡為這個 性文化 性小眾的發聲 是 是 很多時候 女士研究 兩性心理 即是兩性學 不是兩性心理 兩性學 是不是 表示他很活躍 很喜歡這件事 其實不是 這件事只是一個 又是用來宣洩對世界不滿的工具 口號 口號 基本上 他跟這個 男女愛情方面的心理手段 技術 有多了解男人 其實也是 毫無關連 毫無關連 完全毫無關連 他們兩個說 分手的原因就是 他體會得到性格不合 所帶來的傷害 所以就分手 而不是因為大家有不同的理念 是性格不合 其實他們的相處是很有問題 是的 不難想像 因為 羅冠聰是一個 很隱瞞自己 要好自我中心的人 因為他們 習慣了是這樣的 是 但是女士在愛情方面 是真的需要你有表現 是吧 為什麼你 不給多時間關心我 為什麼你跟我一起的時候 人在 但是心好像不在 你的樣子 告訴我 你很不情願 你一筆聲 告訴我 你好像很不在乎我 這些事情 就經常會發生 以羅冠聰 這樣的人才 怎樣表現 是 因為 他有沒有威脅呢 我如果說愛情方面 他有沒有威脅呢 這個人在愛情方面 他沒有威脅 首先他就不會是一個 他沒有威脅 他不會做到別人 第三者 搶別人的伴侶 因為他沒有這個能力 講到這裡 但是 如果不幸地 如果你遇到一個 羅冠聰這個人 他真的搶了你的伴侶 其實 他不可以之餘 你的愛情表現都不可以 不過他有名氣 所以贏了你一分 這個時候 其實真的要檢討 因為如果不是他的話 其他男士都會搶得到 如果你 有幸有一天跟他 不是不幸 是有幸有一天跟他 一起追同一個女士 就是這種人 追同一個女士的時候 這個對手一點都不可怕 第一 有幾樣東西你可以 注意一下 可以認得他 第一就是 這種人一定很不善於 聆聽別人說什麼 因為有他說 他很善於 當他小女兒 當他嬰兒女 這樣中別人 因為這些是很不需要用腦 不需要用溝通相處技巧 不需要用了解別人 說什麼技巧 他會做得到 因為他有少少權力用 但當女士 不是根據他的 一有少少扭令 一有少少不聽話 他就站在那裡 他就失控了 他就 他也怕煩 然後面對不到這些磨擦 他就會藏起自己 那女士是最不滿的 因為女士當他 無論是 鬧情緒也好 說話也好 他想你聽得到 所以記住 面對你和他 一起競爭的女性 他講的話 你一定要記住 說完之後 用另一種罪術方式 把女士說的東西重複一次 讓女士覺得你有聽她說話 這方面 可以贏他一分 第二 經常要出現 因為 好像羅管聰這種人 他經常會 噢噢噢噢 搞自己的事 很多自己的想法 很多自己的感覺 要照顧 經常 不在場 不在女士身邊 經常不交表現 不交人 所以如果你 只需要 注意 當女士需要你的時候 出現 其實都有 已經可以贏一分 跟著最後 不要怕 跟他 甚至 不是不要怕 甚至是 勇於跟這種人一起 去同一個場合 你跟他競爭 同一個女性 三個人都在同一個場合 很大方得體 來接納他的存在 跟他 說嗨 跟他 做朋友 然後 給他一個 很硬的 紅性的手握 面對這種 紅性之間的磨擦 他們的弱小心靈 又是受不了 會令到他製造 他心理很大的陰影 那就容易犯錯 氣勢轉回藥 氣勢轉回藥的時候 你不可以 把他 煎皮拆骨 是的 這個方法不錯 將來英國看到羅冠聰 其實未必一定要對他 拳打腳踢 犯法就不太好 其實如果跟他同場競技 對他的傷害可能會更大 因為他心靈那麼脆弱的時間 就像你說的 很容易傷害 用社交能力來 征服他 打贏他 笑著串他 我現在講的這些 心理分析 因為這個節目我才做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一個老闆 例如說給我幾十萬 我們分析羅冠聰 因為這些人根本就不是對手 所以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我們平時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的心理分析 就不是一般那些 精神科 臨場心理或者那些 那些輔導員那些做的 就是 好像我們這些 做心理分析心理戰術的人 就 很多時候其中一個工作就是 幫 我們的客人 分析他們身邊的下屬 競爭對手 合作partner 總之他面對的人 甚至有時候要幫他們解決一些 愛情問題 這個 喜歡我們頻道的人 都是親中的 其實這件事 在我們 華人的市場 尤其是中國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很大的需求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 問過好幾次 可以抄下一個電話 就是這個 6031633 6031633 抄下一個電話 接下來有什麼 形式來跟大家分享多些 純心理的事 我還未想到 因為 想到再通知大家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我 是 分享到這裏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臨結束之前 記得 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還有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時間差不多 拜拜